妈 妈 你怎么在这儿呀 小范 妈想你们了 妈就是来看看你们 那妈 您怎么不上去呀 我就不上去了 这样 是妈请大家 带来自己种的菜 要是没什么事呀 我就先回去了 妈 你要是真来送菜的话 那你为什么拿着行李呀 就是啊 妈 我 妈 你怎么来了 老家的房子老陋余 不能住了 我想在你这儿住几天 我们家的房子那么小 哪有你住的地方呀 要不你去老二家看看吧 他们的房子可以有120平呢 就是 你没看见儿媳妇来还得运的 哪有精力照顾你呀 快走吧 老家的房子老陋余 我本来打算呀 去你大哥那里住 和他们不让 没事的 我再想想办法 妈 您既然来了 还能没有您住的地方吗 走 咱们回家 是啊妈 咱们上楼说 走 妈 您先坐这歇会儿 你和徐东呀 好久都没见了 你们先聊会儿天 我去做饭 妈 快尝尝 我给您做的呀 您最爱吃的红烧肉 小方 儿子 妈 有件事呀 要跟你们说 什么事啊 妈 这卡里呀 有150万 你拿着 妈 您哪来这么多钱呀 老家的房子呀 拆迁呢 天您说好 阿姨 这只拆迁 分了不少钱 您打算怎么用呀 我有两个儿子 都成家了 我打算呀 把这钱分成两份 都给他们 阿姨 你都这么大岁数了 这个全都是你的养老钱 你确定不留一点 全都给儿子吗 您确定你的儿子 能孝顺你 给你养老送终吗 这 要不 您再慎重考虑一下 实在不行 您可以测试一下 这怎么测试呀 您这样 妈 这卡我们不能要 您拿回去 给您就要 妈 您拿回去 拿着吧 我们不能要 妈 这钱呀 您就拿着吧 这推来推去的 多不好看呀 是啊 妈 我知道您是从苦日子过来的 这手里头没钱 就没有安全感 更何况 您也到了该一样天年的时候了 艾琳说 我们做子女的 应该为您尽孝 给您拿钱才对呀 我们怎么好意思要您的钱呢 妈 你就把这钱呀 拿回去吧 万一遇上点什么事 还能救急呢 妈 您放心 就算没有这些钱 我和旭东呀 也一定会给您养老的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 你也想念吗 我让你带来的一天啊 我给你带来的一天啊 我让你带来的一天啊